是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相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啊 这期我们讲一下这个面相当中呢 瓜子脸和圆脸的这个运势的区别 圆脸的特点呢 就是这个鼻圆啊 这个脸圆啊 鼻正啊 眼圆有神 眼睛比较圆啊 而锤呢有珠 整个人给人感觉就是圆滚滚的啊 两拳有力有肉包裹啊 这个奴脯功非常的风浓啊 下巴比较厚重啊 两拳之肉啊 跟下巴旁边的肉啊 连成啊 跟这个花生式的形状啊 圆润又弧现啊 此为好面相 如果是圆脸的面相 这个不是跟上面的一些特点所说的一样啊 那么运势就会打折扣 性格特点就是宽厚嘛 善解人意啊 总是面带笑语 对谁呢都是热心肠 喜欢帮助人啊 广交好友啊 人缘极佳 有进取心啊 积极向上享受生活 但是呢 耐心不足啊 命运特点呢 就是多半上 这个多半事业上是比较顺畅的啊 上进奋斗 人缘家助力多 在这个工作当中呢 受到同事和领导的欢迎 但是做事啊 有一点三分钟热度的感觉啊 容易半途而废 对自己的事业有一定的影响啊 终晚年的时候啊 事业发达 德高望重啊 受人拥戴 女性的会比较忘夫啊 将来这个丈夫呢 也是非常的富甲一方啊 能够享福啊 这个会令自己的丈夫觉得非常的幸福 我们看这个 圆形脸啊 圆形脸啊 圆形脸的 她的感情生活 刚才讲是容易忘夫啊 那么瓜子脸呢 她的这个感情生活 在感情当中啊 她们能力比较强啊 多受异性 这个喜欢啊 欢迎 她们追求浪漫啊 会享受感情 但是她们比较孩子气 不够成熟稳重 喜欢追求 这个求心求变啊 感情多不长久 女性的气质家啊 桃花蕴比较旺盛 身边呢 有不少追求者 但是呢 因为花钱呢 比较大手大脚 容易在理财方面 跟另外一半发生分歧 使得感情的受到影响 在婚姻当中呢 她们责任心不是很强 不宜早婚 她这个瓜子脸的特点呢 我们都知道 像瓜子一样的 面部曲线呢 呈现自然的圆弧状 筛骨圆润 上部呢 略圆的下巴呢 稍微 这个略短小 而且比较窄 五官比例协调 看上去啊 非常的小而巧 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脸型 天生的活泼好动 浪漫有格调 喜欢追求精神上和思想上的享受 观察力强 想象力丰富 喜欢寻根问底 做事灵活 激怒 但是呢 有点孩子气 不够稳重 她这个工作能力比较强啊 自在气场 很容易得到众人的赏识 发展空间比较大 事业运势不错 但是他们做事啊 追求完美 有点吹毛求疵的感觉啊 在人际关系当中呢 不是很擅长啊 助力不大啊 多靠自己的获得成功 他们命中有财 但是呢 不用太努力 就可以获得财富啊 他们注重享受 花钱快 晚年的运势不是很好 好了 有关这个瓜子脸呢 和圆脸的这个运势的区别呢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方圣 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啊 我们下期再见